2012同乐江苏外国人歌唱才艺大赛决赛晚会昨晚举行 来自40个国家的130位学习工作生活在江苏的外国友人 用江苏民歌 京剧 西剧 二胡 武术等精彩节目 表达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江苏的深情 来自美国犹他州杨百汉大学的陈埃是个中美混血儿 从小对中国文化而茹目染的他 出到南京便感受到了这座人文绿珠浓厚的历史氛围 这次他和学校合唱团的同学们带来了一首节奏优扬 舞风活泼的最炫民族风作为晚会的开场歌舞 我们很喜欢明志峰的首歌 我们也觉得这首歌包括很多中国文化的方面 比起音乐本身 歌曲背后的文化细电 更让这些尽情歌舞的外国人着迷 简纸 书法 京剧等具有中国艺术元素的表演形式 也纷纷登上同乐江苏的舞台 河海大学留学生大卫和杨有美分别来自马达加斯加和印度尼西亚 一个多月前首次接触西剧 他们俩就迷上了这种融合了苏南农村乡土文化气息的气息种类 开放的江苏迎来了世界各地的客人 正是处于对江苏这个第二故乡的热爱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兴致勃勃地站上了同乐江苏的舞台 据了解目前在江苏工作学习生活的外国人已经超过十万人 我很喜欢南京的生活 我觉得南京是一个浪漫的城市 我在杨州生活了四年多了 觉得在这边学习是一个很乖乖教的东西 很幸福很幸福的东西 所以我爱江苏 由江苏省新闻办公室和省管理总裁共同打造的这么一个品牌 目的是为了让长期在江苏工作学习生活的外国朋友 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外国朋友 关注江苏日爱江苏的外国朋友来参加